天气不稳定 台北市不但是下起了大雨 气象局刚刚发布了冰雹警告 马上在台北市万华环河快速道路 往南的方向 也突然下起了大大小小 像弹珠一样的 甚至更大的冰雹 马上连线记者刘哲军 但我们来关心天气最新的情况 哲军 好 只不过下午要出门的民众呢 可别忘了带把伞 那么开车的民众也得特别留意了 因为天气呢 从气象局从晚上开始 就已经发布了豪雨特报 而且是报封面的气象 天气持续的不稳定 而且你看到早上 明天下太阳 但是下午呢 包括大阪的地区 都已经降下了时间大雨 而且受到世界队的影响 目前还也出现产现 还有人声 那么政治的体股都有 侦授到冰雹的信号 那么最新修到的状况 目前包括在总统府 附近的地区 然后还有南京东路 士林区 还有华江桥 都出现了个冰雹的状况 所以民众出门的情号 必须多加有力 以上是您想获得这些状况 好 这个哲军带我们来看到 哇 稀里哗啦下了 这不是雨啊 这是冰雹大大小小的 甚至有超过弹珠那么大小 现在知道的已经有 包括了台北市的老爷酒店 博爱特区 万华不但下起了冰雹 甚至伴随着打雷 闪电的大雨 提醒大家 现在外面这个 能够不要在外面的话 尽量还是避免比较好 好 谢谢大家